血脂是血浆中的中性脂肪肝油三脂汗胆固醇 汗类汁灵汁、糖汁、固醇、类固醇的总称 很多疾病会导致血脂异常 所以血脂检查是医院内查体的常见项目 尤其是心脑血管患者 血脂检查是必查项 去医院做抽血检查 基本都知道不要吃早饭 以免影响检查结果 血脂检查前的准备也很有讲究 不提前做好准备 你的检查可能就白做了 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血脂检查的那些事 血脂检查前要做好这些准备 血脂检查结果受诸多因素影响 比如饮食 因此我们在测血脂之前需要做好各种准备 让化验指标更可靠 监测前空腹一两小时 餐后血脂尤其是甘油三指的浓度会明显升高 一般来说 餐后二至四小时 血脂浓度达到最高峰 八小时后基本恢复至空腹水平 化验单中参考的正常数值范围也是依据空腹时间12小时左右而制定的 因此 只有严格按照要求的空腹时间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结果 进而和标准的参考范围进行比较 建议监测前最好是空腹一两个小时左右再化验 严禁饮酒 饮酒会影响血脂的浓度 尤其是提高甘油三指的浓度 降低高密度之蛋白胆固醇的浓度 有临床报道显示 大量饮酒者二至三天之内的血脂甘油三指浓度 常常显著升高 导致化验结果出现误差 因此 抽血前三天内不能有大量饮酒的情况 二四小时内禁止饮用任何酒水 健前应清淡饮食 如果吃的食物中 油脂太高 血脂短期内会受到影响而异常升高 所以在监测的前三天 最好吃些清淡的食物 不要吃油腻的食物 另外 监测前也要休息充足 不要过于劳累 以免影响监测结果 血脂检查有哪些临床意义 血脂检查包括了总胆固醇 甘油三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等指标的检查 总胆固醇 总胆固醇增加可能会预示着胆管梗阻 肾病综合征 慢性肾小求肾炎 淀粉样变性 动脉周样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 总胆固醇减少则可能反映严重贫血 急性感染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肺结核 肝硬化 先天性血清脂蛋白缺乏及营养不良 甘油三指 增高多是因为高血脂 动脉周样硬化 冠心病 糖尿病 阻塞性黄胆 急性胰腺炎 糖原累积症 肾病综合症 胆管梗阻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高脂饮食 原发性肝油三指增多症 减少多是因为肝功能严重障碍 慢性阻塞性肺病 脑梗塞 恶病值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原发性低密度脂蛋白缺乏症 及消化不良等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增多提示异患动脉周样硬化导致的关心病 脑血管病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是致动脉周样硬化的基本因素 其含量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疾病变程度呈显著症相关 因此可用于判断发生关心病的危险性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增高可见于原发性高密度脂蛋白血症 接受刺激素 胰岛素或某些药物如烟酸 维生素E 甘素等治疗者 亦可增高 虾氢素可显著提升人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降低则反映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慢性肾衰竭 急性或慢性肝病 甲状腺功能异常和严重营养不良等疾病 肥胖者和长期吸烟者 血脂在什么范围内是正常的? 血脂各指标的正常范围 总胆固醇 2.85 17mm OLL 其降低可作为冠心病的危险指标 甘油三指 0.561.7mm OLL 胆固醇之 2.85 17mm OLL 1110-20mgdL 占总胆固醇的 0.700.757% 0-75 高密度脂蛋白 男性 0.961.15mm OLL 女性 0.91 55mm OLL 低密度脂蛋白 0-3 1mm OLL 血脂检查硬多久做一次 血脂多久检查一次,硬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首先,对于普通人,身体正常的年轻人来说,三年查一次血脂就可以了。 而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最好每年检查一次血脂。 而对于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如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肥胖,长期吸烟饮酒者等,应该每6个月检查一次血脂。 血脂异常和高血脂并不能化等号,血脂异常和高血脂并并非完全一回事。 血脂异常可能包括血脂升高,也可能包括血脂降低,人们在化验单上看到的血脂指标增高,未必都叫做高血脂。 引起血脂异常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就是高血脂症,所以二者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混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